音乐 这个是为了女儿纪念吗 还是自己想挑战 第一个是自己想挑战 然后第二个原因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女儿 就很想要让她可以在大一幕上 听见妈妈的声音 因为毕竟我的作品 她太适合看 然後之前我有帶她去看那個 角落生物 角落生物是那個靜雯配的嘛 然後她說我也想要跟那個 夫婦媽媽一樣 可以聽到你們的聲音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好棒的一個邀約 她超興奮的 一兩個月前配的嘛 然後就跟她講這個故事 然後就每天吵著我說 什麼時候可以看 什麼時候可以看 然後終於10月10號就要上映了 所以我已經打算 第一天上映就帶她去看 她看完了之後應該會覺得 媽媽媽好棒喔 可以幫機器人配音 一天最長大概配多少 大概八個小時左右 配了兩天 其實還好 算快 優勝的好消息 都會兩天 你畢竟你身為製作人 歐臺欣有新今年入圍了10項 包括主創 導演演員編劇 然後還有一些技術性的獎項 跟最後的最佳戲劇都入圍了 然後我也希望所有的入圍者 都能夠給我們帶來好消息 今天播上次的花燈 又覺得這次有比較平常性嗎 會比較平常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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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最看好哪一個 當然都要很看好 就是不選 不選了 對 我覺得都很棒 我覺得入圍其實肯定 真的 而且其實今年的參賽作品都很強 然後也是 我應該是說 除了有口碑之外 然後就得到的評審的肯定 然後其實在觀眾當中 其實也是很肯定的 就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觀眾 都有很多的熱烈的討論這樣 對手都很強 然後也滿開心的看到這麼多 紅行有這麼多好的作品 一起入圍 大家也滿關注雜記的情況 或是國際雜記 那也還好 對 反正拍完就 因為大家滿意外的 對 我也是看了新聞才知道 對 但是就拍照片漂亮就好了 你看我又很樂天這樣子 謝謝